口口声说他任性 所以从任性到基本到现在 他所有的任性 你都基本上以包容忍让来结束 是吧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知道任性是怎么回事吗 小孩一哭 爸爸妈妈马上就怎么样 引起注意了 呦 这孩子怎么哭了是不是 所以任性呢 是希望引起身边人的注意 跟你交往也是一样 任性啊 对吧 你就喜欢他 就慢慢控制你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 他每次任性都成功了呀 每次任性都达到他的目的了呀 每次任性都让你屈服了 最后如果是我的话 那我以后也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控制你 他的任性前半部分 是他父母培养出来的 他后半部分是由你培养出来的 一开始啊 你就太过于宠他 没有原则性的这种退让 导致了今天这种被动的局面 但是对女生说一下 有些事是要还的 你做的事情如果是过多的索取的话 终究有透支的时候 所以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 也思考思考男朋友说的话 哪些要求是不是让他为难了 如果超过他的能力了 他会非常的累 他也是希望能对他好 能够去体谅他 也琢磨琢磨自己 是不是有些行为上 也应该从原来的那个小孩的状态 稍稍变成一个大人的状态 变成一个妈妈的状态 所以有些事情呢 各自要让一步 这样的话呢 才有可能走在一块 我们俗话说这个阴天下雨 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都是爷爷有没有钱 应该知道 他觉得他为他们家传宗接代 尤其生了儿子 就是他们家的大功臣了 他以功臣自居 我们叫两体才一 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幸福的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买车没有错 但是他的经济那个承受能力 他可以不可以 但是反过话来说 某一天他突然间给你开一辆奔驰过来 你敢要吗 可是话说了 他给你买一辆比如20多万的车 你就幸福了吗 不一定 我也真想回答刘老师的问题 说突然开了一辆奔驰 你要吗 他绝对要 姑娘你要吗 就他突然给你开了一辆大奔回来 你要吗 刚才你们所有说的 我都听到了一个字就是要 不停地要 俨然就狮子大开口 没有底线 不见底 我看这上 不光刚才你们听到的要车呀 然后这房子这装修不满意 还要彩礼呢 是吧 这上有写哦 还要彩礼20万 结果实在这哥们没钱 说给8万嘛 行 可能8万给了还要写欠条 还欠多少钱 都是要 你不光要 一味的要 而且没有家教 自己的孩子 让对方的父母看着 不知道感恩 居然老人家病了 敢说人家装病 你配做一个妻子 你配做儿媳妇 你配做孩子他妈妈 自己的孩子就可以 说我给你生了孩子 那是他的孩子呀 然后你就可以去玩去了 所有的表现 我看不出你对他的感情 甚至于我看不出 你对孩子的感情 你今天带着孩子回娘家 还是一个要挟 还是要 你要我回去 你就得给我什么 你们谈的是感情吗 做的是交易吧 刘老师肯定说的没错 生了一儿子吧 你从此能 怎么着呢 能在家里的位置 是最高的对吗 请问你有工作吗 你除了他对你的爱 你有别的吗 一旦人家不纵容你 你将失去所有 你什么都不是 你甚至连自己 生存的能力都没有 你还舔着脸说 孩子如果分开之后 我要 你养得起吗 现在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就是他对你的爱 你缺了他 你没了他 你根本就活不下去 我都不知道 你用什么勇气 说还自己回 娘家还要你 你过来求我 还要这要那 你凭什么呀 你还不赶紧认识到这一点 说你要对人家好吧 之前你做错了 赶紧用你的 对他的好 用你对他的爱 去弥补这些 否则岌岌可畏 最后 吃亏倒霉的 第一是你 第二受苦的 就是孩子 你们才认识多久 就住在一起 还没有结婚 就生了孩子 种种的一错再错 现在你还要错到底吗 赶紧迷途知返吧 不要自己再去纵容自己这种任性了 只知道索取 不知道付出 甚至于不知道对对方的 起码的尊重 赶紧把自己这份 可能要失去的爱给追回来 而追的行为是说 你真正要付出 对这个家庭 对对方要有爱 要懂得尊重 好吗 小伙子你呢 没这个金刚钻啊 别懒得此起活 打肿脸充胖的 最后疼的就是自己 所以说现在就是你 自食苦果了 不是说满足对方的 财务上的需求就是爱 真正要在感情上多交流 对方的韧性可以 但是要有度 如果没有度的话 一定要指出对方的问题 否则 他就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过分了 最后你们俩 感情断裂 倒霉的是孩子 你们俩呢 悲哀的是有个孩子 幸运的也是有个孩子 不要为了孩子 而去办结婚证 要真不适合的话 干脆别办这结婚证 算了 我跟你说四个梅 你听听有没有道理 好吗 第一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离开 谁会死 第二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在关爱着 另外一方的同时 他不渴望被关爱 第三 没有谁第一次结婚 就要把对方 掏得个干干净净 第四 这个世界上 不只有你一个女人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准则 就是不要太把自己 太当回事 也不要太把别人 不当回事 他离开你会死吗 现在看来应该不会的吧 他还好好的处在这 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 也希望被关爱吧 都是人 很多第一次结婚 裸婚的 后来也挺幸福 并不一定要那么 掏得干干净净 恰恰相反 掏到干干净净的最后 会死得很惨 第四 环顾一下周围 比你好的女生 多了去了 女人在爱情生活当中 大概下面的两点当中 至少要有一点 矜持和自知之明 有矜持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不管怎么样 她至少不会把自己 那么早地奉献出去 她也就不会吃亏 有自知之明而不矜持的女人 即便把自己那么早地 奉献了出去 她多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既有矜持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女人 或许能够把握一段很好的幸福 而你恰恰两者都没有 你既没有自尊和矜持 也没有自知之明 这样的话 很容易让人看不起 把自己那么早地奉献出去 然后又提出一些 和自己急不相称的 甚至毫无人性化的要求 你是要把自己逼上绝路 你说话的那个样子 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任性的可爱 我都帮你生了个孩子了 我二十万 我过分吗 我第一次结婚 我要一个我的梳妆台 我要一个我的衣帽巾 我过分吗 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要单论这个要求 还真不过分 每个女生都想找到幸福 但是你在找到幸福的时候 你不能让别人不幸福 就你好了 别人都不好 你想带着儿子自己一个人过吗 你想把周围的人都逼死吗 所以说你啊 这个曲总说你 说的真的不过分啊 就没有家教 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坏 你要是坏的话 你应该早些把结婚证打了以后 你再提要求 男生呢 你别看你那副老实样子 放纵任性比任性本身更可恶 我刚才说的那四个全是你造成的 第一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开了谁是活不了的 你一定跟他说 亲爱的离开你 我就活不了 第二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在关爱对方的同时不渴望被关爱 你肯定说过 我爱你 不管你爱不爱我 第三 没有谁说在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把对方掏得干干净净 你肯定说过 我有什么我都给你 第四 这个世界上没有只他一个女人 你一定跟他说 在全世界的心目当中 只有你一个人 我觉得是女人 你肯定说过那种事儿吧 男生有的时候在想要得到一个女生之前 嘴那个贱呢 就是没有什么都敢往外掏啊 就像那些想要吸毒品的人 你一次又一次给他毒品 然后到最后 你实在给不了了 你说我实在给不了你了 但是他已经无法遏制 所以有的时候 你比他更可恶 所以说呢 如果有爱的情况下 任性那叫撒娇 放纵那叫包容 如果要是没有爱了 任性就变成了要挟 放纵就变成了无所谓 就这样